情侶站在旗樓旁 一名穿封印的男子突然找上他們 在路邊和男方講了幾句話 下一秒突然拿出武器攻擊 一旁的女友嚇壞 趕緊打電話報案要救男友 警方到場發現被攻擊的男子渾身是血 第一時間先馬兒送到醫院 並且當場把嫌犯逮捕 虛話在3號晚上7點多 新北市新莊台北醫院附近 當時潘姓男子和女友吃完火鍋 離開前站在店家外的騎頭休息 被43歲曾姓男子盯上 情侶兩人明明都不認識他 卻被他衝上前無故嗆聲 接著就拿出刀子攻擊 男方被劃傷下巴和脖子 所幸被害人送醫後 傷勢無大礙 警方在現場查扣作案用刀械 及毒品吸食器等證物 訊後依傷害毒品罪嫌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疑似是吸食安非他命件 當街攻擊路人被依法送辦 同一天台北傳出類似的狀況 中山區警方上午9點多報案 一名男子脖子被玻璃割傷 他的家屬聲稱是被陌生人隨機攻擊 但警方調去監視器 發現他和兩名路人插肩而過 但都沒有近距離接觸 是被攻擊還是颱風天被吹起的雜物割傷 要持續釐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雜物剩下 2 3 3 4